OK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观战方的话是罗斯的一个大堂 对战方的话是这个雷鸣八卦的一个魔方寸 对面的一个雷鸣八卦的这个魔方寸 他的一个套路就是 虽然不是一个全魔的加点 但是各方面都很平均 宝宝的话也是非常有套路 观战方的一个罗斯这个大堂的话 就是那种典型的 人很话不多 就是开干的那种 开局直接迫起对面的一个后排宝宝 伤害挺高的 但是差那么一点 宝宝比手可以直接打飞 可以看到对面雷鸣八卦 秒过来的一个输出并不是特别高 秒宝宝秒三千五 一般一个全魔方寸的话 可以秒到五千血 孩子卡血 哎呦 观战方平安建设 没有触发漫天 对战方反手拉出了孩子 观战方的一个节奏打得非常好 直接是两回合 连续拿掉了对面两只宝宝 孩子给观战方的一个人物起鬼眼 观战方继续出宝了 对战方也是分身藏进去 观战方是吧 人狠话不多 三嫂直接是切掉 这个雷鸣八卦的一个方寸 对战方有点懵 说实话 其实观战方这样打就对了 你如果单纯的和一个魔方寸 比轻爆爆的话 你肯定是不如人家 魔方寸 也是继续秒秒六千 我的天哪 这样的话 对战方感觉好难赢 是吧 观战方的一个锥子 持续的在控制对面的一个孩子 最后一手巨剑直接斩飞 漂亮 当这个排名前几的一个大唐碰到这个川峰十里的一个花果山 是吧 会擦出怎么样的一个火花 咱们来看 大唐打花果山的话 怎么说呢 可以强行到五五开 挂炸方也是继续戳双方场上的一个宝 宝宝都是打到了三只 但是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明显进攻性更强一点 锥子控住对面的一个后排 大唐摇铃铛 哎呦 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我我玩这个进攻性比较强的一些门牌 我不太喜欢用这个铃铛 除非就是说你被封印了 傻的因为这个灵糟毕竟是他会有几率 你这个赌几率的一个东西是吧 咱为何不稳一手是吧 平A出漫天也好 红扫也好是吧 如果对战方是吧 没有逃跑的话 哎呦 对战方这把漂亮了是吧 七天神通 神之汉海 法联了 这把对面很舒服呀 直接是把挂战方的一个宝宝都给扫残血了 关战方也是继续戳 反而关战方打的也是不急不慢 对战方头上没有旗子啊 如果有旗子的话 你这个神之汉海两波的话 还是非常OK的 对战方继续神针 关战方 前排宝宝也飞 这样的话对战方一回合拿掉了两只宝宝 这把对战方没有出法联哈 这多亏没出法联 要不的话这还得了是吧 对战方我的天哪 这个宝宝直接是扑了人物六千 而且丽皮虫也劈过来啊 丽皮的话肯定打不动 毕竟关战方是一个大堂啊 你这个丽皮 对战方继续 我的天哪 刺激是吧 再来 对战方还是没有来啊 这样的话关战方很难打了 已经因为关战方场上的一个宝宝都很残 反观对战方是吧 人巧马壮 丽皮虫先来 扫掉你的一个 和尚啊 感觉观战方的这个大堂 一直被对面的牵着鼻子走是吧 一直没有打出一个大堂该有的一个气势是吧 第八回合了才开始扫对面 在起了干将的一个情况下 加上四扫是吧 连对面的这个宝宝还没有请脚 说实话 说实有点不应该啊 你这样的话 你休息这一回合 对战方的吧 都是可以出手的 魔剑走起 刀头一放 一万三啊 直接把你挑到地上 哎呦 对战方光前排的这一个宝宝是吧 感觉双方 在硬件这方面 还是有着很大的一个差距啊 说实话 对战方是吧 直接出地厅了 哎呦 对战方也是不想给观战方一个机会 也是感觉观战方应该是直接放弃了 确实双方 就这个门派而言的话 还是有差距啊 大堂确实是太弱了 对战方战敌给宝宝 让地厅来刷一波数据吧 高级夜战直接秒出来 6300 直接是吧 观战方的一个大堂被抬走